Hello,大家好,学校马上就放假了 每当学校要放假的前一周的周五 学校都会搞一个International Day,就是国际日 这一天呢,就是班上不同国家的小朋友 就可以带着他们传统国家的传统食物 去到学校,然后和同学分享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东西 冬嫂的传统食物 摆开水 这不算,这个熬的是糖浆,糖水,对吧 冬嫂能拿得出手的招牌 冰糖葫芦 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山楂买不到 所以冬嫂就用那种葡萄,香蕉,还有橘子 可以做那个糖葫芦 做完以后就拿到学校去 去年其实冬嫂做的也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更受欢迎一些吧 糖葫芦 好了,这个马上要开始做了啊 哎,不要放在上面 啊,为什么啊 上面是橄榄油 磨了,这板上还抹油呢 哦,技术 我们就要用技术,让那些外国孩子知道中国美食 这个糖熬不熬成功是关键 这还要弄多久啊,我看已经费了一段时间了 要变成细小的泡泡才成功 要变成细泡泡,现在还是大泡泡 你看看那个冰盒 我现在要到洗衣房 哎哟 把家里的这个冰桶给拿下来 我过会儿装在冰桶里拿过去 就这样卷一圈就好了吗 对,只能卷一圈多了的话不行 就是行 冬嫂又煮了一锅糖 我觉得橘子可以多做一点 我要尝尝这个糖 橘子蛮受欢迎的 苦吗 苦 A few moments later 冬嫂现在心情非常的差 因为他做的第一批用葡萄串的做坏了 那个糖特别粘牙 所以你看他在后面心情不太好 现在只剩下橘子 好了,我们现在就吃到食堂 哇 哇 菲律宾 哇,这里有那么多人 很受欢迎啊 菲律宾书 看看菲律宾这边到底是什么 那么受欢迎 这个应该是猪肉 这个看起来蛮好吃的 哇 这个真的是换餐 cca董 韩国 美国 没有人 英國 泰國食 冰糖 泰國食物的陣容很強大 中文 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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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米 焦燒 左右 四小時 城 Förrum 大 Ikki 中文 台湾,珍珠奶茶,非洲,非洲变成了餐桌 印度点心 这是他们老师摆的菜 行着补换味 泰式香达炸鸡 香达炸鸡